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阅读朝鲜王朝实录 单元九 上文体制之改革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 我是张元廷 请参考朝鲜王朝实录的网站 我们先从上周我提出的问题思考开始吧 我上个礼拜提出儒家所说的孝耳跟踪 其道理当中是否有无条件的服从 我想先请袁婷同学你的意见呢 我的印象中儒家的孝耳跟踪 应该都是有无条件的服从 因为我们常会叫孝耳就是要尊敬父 那中华就是要尊敬君王 那在殖民时代的时候又有以孝作终的概念 那都是要我们去服从父母或是君王 推皇这样 所以应该是有无条件的服从 对 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确实有以孝作终的概念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你对父母的那个心情 推推推可以推到国家的领导 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让我们误解我们对父母的那种行为 心情跟政府领导的行为心情应该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孟子的时候 常常发现父子之间的道理 跟君臣之间的道理 所以父子最重要的是亲爱的这个情感 所以父子之间不要讲道理 所以你的父母做错的话 孟子或者诗经里面的孩子们怎么做呢 他绝对不会无条件的服从说 我的父亲虽然做错了 但是因为他是父母 所以我要服从 没有这个道理 他一直委婉的方式来建议 父亲你不要这样做 但是他最后也不离开自己的父母 因为亲最重要 那君臣之间很多城下 看到君王的错误的时候怎么做呢 绝对没有无条件的服从 那他怎么做 一直跟他建议 不可以这样做 那最后也他不停话的话 有的时候城下离开 朝鲜有两个 燕山军跟关海军 这两个国王 最后有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城下把他的地位拿下来 所以这边两个道理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孝跟宗 是不一样的道理 然后里面没有无条件的补充 但是我们看孝经的时候 也有以孝是君则宗 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这是疑惑 加进去的 张国末期的时候疑惑 这个加进去的概念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这本书 里面 精学发展史 孝经 到底什么时候 被编出来的书籍 今天的主题就是人成恶乱 丁有灾难 结束之后的情形 战然结束 有些人无法恢复以前战前的生活 那么我们从关海经日记里面的记录来开始 这是1617年的记录 人成恶乱 丁有灾难 都结束之后 大概20年 因为丁有灾难 什么时候结束 1598 1598年 1617年 仍然在日本的朝鲜人 以前被绑架到日本 他目前还没回来 朝鲜的人上书的 开始吧 庆上道兼师傅 正庆道上书院 正庆道 目前人在庆上道那边工作的 因为庆上道是 韩半岛的东南部 所以从日本消息 比较容易得到的 日本消息的那个地点 所以他哪天收到贝鲁人的信 曾请于新爱村 得见贝鲁人全乙生等书 贝鲁人以全乙生 这个人代表的 他们给他信的 其中有关众与国家者 曾请祥言之 福乙生之类 在上魔舟者 三万七百余人 别治一区将治二纪 所以全义生 他们这种贝鲁人 在上魔那边的人 已经有三万七百多个人 然后他们不在日本人的社群 他们在别治一区 在这里生活已经几年了 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他强调 因为被录到日本 他们在那边别治一区 生活已经二十年 然后那边一直训练 然后他们的这种势力 可能可以抵弯的那种势力 然后 而身环一语 涂滞痛气 刷环一语 远气万灵 白土之城 非弹可惊 向佛之城 与此可强 所以他们想要做的是 要把我们拿回来这样子的意愿 但是他们觉得 活着回到故乡 应该没有希望 所以一直痛苦这样子 但是刷环就是领回来的意思 刷环好像朝鲜王朝十路 朝鲜时代的比较特别的词 所以他们希望朝鲜政府要刷环 他领回到自己的母国 所以他们怀祖的这种心情非常强 所以在这里也振兴到 跟国王讲请求的 何况奔海藏心 衰约已及 往来风帆 脱以勤伤 因事虚实 磨玉在动 则东边之忧 岂可一日梦也 他在这里要说服国王 为什么需要领回来的 所以他在这里强调 因为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们也趁机 要了解朝鲜的情况 然后可能会再一次入侵的 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取等周知国之厉害 又善于战争刀枪之才 若推刷而缓之 苦爱而用之 则有福于国家其潜潜在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国家的厉害 然后他们也那边常常训练 战争的方式 然后如果这次刷缓 领回来的话 领回来以后 他们聘用他们的话 可能对国家非常有帮助的 吴苑殿下金鱼回答之行 监禁刷缓致命 则一家相逢 其微感激于心 所以这次因为朝鲜 他们派通信士到日本 所以趁这个机会 要提出刷缓的命令的话 他们家人三方应该 他们很感激 所以以后会要尽忠 对国家尽忠的 愿忠于国 尤胜于十年之教训典 以身等书意为风上 取得情势聚在于此 以身等书未下入 敢此尚文 所以他这样 应该他们对国家尽忠的 感激的心情 比十年教训的人更强 所以他请求 这样子被绑架到日本的 要领回来 然后最后这个说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宇森的上书 没有收入的收入 所以还在国王那边 没有下来 所以他在这里 没办法写原来的 上书的内容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这样请求的 这样子被绑架到 日本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好像他们没有完全恢复 战争之前的这种生活 所以对下阶层的老百姓来讲 一次发生战争 他们永远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 那朝鲜朝廷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有什么改革的心情 然后他们实际上有没有进行思想的转变 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 朝鲜的上乡体制怎样形成的 1392年 朝鲜朝廷有文武合作的方式来完成朝鲜建国 所以一开始的话 武将出身的李承贵成为国王 然后郑道川这种如泽成为官僚 然后这样成立朝鲜王朝的文武制度 所以开国一开始的时候 朝鲜朝廷里面的情况 就是会有的武的风格 在政务决策的时候 武将出身的国王跟如泽出身的官僚 他们的性格有一些差距 所以他们在朝廷里面讨论的时候 上文或者上无的意见上 发生有些意见的差异 虽然当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当然需要武力 但是已建立一个朝鲜的情况 或者当时的东亚的情势如何呢 这个时候东亚大体上仍然维持和平的政据 所以朝鲜文臣领导政据的上文之风 越来越昌盛的 武者他们在朝廷里面有什么样的困扰 武者出身的官员 他们虽然建立新国家的时候有贡献的 但是建立以后 稳定的状态下 他们处理政事的时候 他们跟文官讨论 应该也发现知识的差距 所以虽然他们在外面上战的时候 优势 但是在朝廷里面讨论的时候 好像没有优势 所以武科出身或者武将建立贡献 而进来朝廷的人 他们跟文官讨论或者做政务的时候 常常有发生这种事 我这种五成出身 所以不敢在这里插嘴 或者说我的学问不够 他们有提出这种理由来辞职 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文称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也一样提出 他们没有知识 因为应该这种武将出身的 他们不可以让他当什么样的官子 这样子的 他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多 所以朝鲜朝廷里面的风格 一开始上文上文有两种都有的 后来好像上文之风越来越强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到了爆发战争的时候 可能朝廷里面的人也有机会重新思考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考察以下 人成后乱 当中或者人成后乱结束之后 朝鲜的统治阶层 是否能彻底认识上文主张的缺点 并因而对其文物观念产生变化而途改性更加 是吗 我们在这里也从记录确认一下 这是等一下讨论的内容的重点 宣如提出 以后取圣禁是什么意思呢 生缘禁事 这是生缘禁事 所以生缘我们 途合选宣法僧元跟进士的时候 要一起让他们考五役 如果有人关阁的话 这个关阁入阁的话 要选法他 而宣逐非常强硬的态度 我现在提出的这个案子 不役之理 所谓一起 一起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下面的人商议 你们商量以后 向我报告 这样子的意思吗 想要改革的第一个案子 从宣主开始的 所以宣主他战争的时候 痛感朝鲜的有过度伤亡之弊 所以他怎么说呢 且我国从其虚无莫解 武略不尽 自有今日之祸 所以他认为目前 日本入侵以后 战狂对朝鲜非常福利 战狂这样很惨的原因 他认为应该我们 虚无莫解的这种习惯 导致目前的这个祸 他有这样子的想法 还有呢 我国奴生 平日是武夫如一端 戴之奴奴隶 为事于破高谈 我国闻必及以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什么呢 有没有感觉到 宣主他的想法来讲的话 他认为 目前我们武器方面有问题 或者我们军队不强 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的想法的根本就是 我们朝鲜的儒家 他们非常忽略无声 这是无腹 然后对他们的这个看待的非常不好 看待的就是像奴隶一样 所以一直喜欢高谈 这样子的习惯就是文弊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解决的方式是要训练 这个儒生的思考方式想要改良 所以说呢 今后许身尽时 病是武艺 如冠可入格则取之 此不易之旅亦取 所以我们刚刚我前面一页介绍的 他提出的解决方式是 要扬成一般的考生 专门儒学的这个人 应该他们天天要练武 所以让他们考武艺 以前的话只看数就可以了 但现在你如果要当官的话 你先平常训练就武艺 所以他的思考方式就是 要把一般的儒生的这种想法 想要改革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朝鲜过度的伤稳 这种弊断 是真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的有这样子的弊断吗 我们在这里可以确认 当时明朝的援军的建军御史成效 他这样宣祖忠告的 且当此波乱之日 无图上吻 必须援武 以图仇亏 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子 一直上吻 应该要援武 这样才可以恢复是这样子的建议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确认 朝鲜过度上吻的弊断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有这样子 宣祖这样下令 那陈下朝廷里面的高官 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我们在这里确认一下 宣祖史录 1993年10月22号的记录 所以1993年的话 还在战争当中 可能明朝跟日本之间 谈合一的那个时间点 宣祖在朝廷里面想要做 这样子的 宣言是金石寺考无益的那个案子 那陈下的回答呢 陈起授约 申敬出世 兼事武财事 再三传教 故被编失以事为私刑之意 上塔以 大小人情 皆以为会案 所以他们已经宣祖再三传教 很多次他们请他们讨论 但是在被编世那边讨论的结果 好像很多人 这个是不太拖当 所以国王问 上约 事何言也 为什么这样子 回答说 宣约 生进逝取之人 非但皆又若 若习武 则恐因此废习本业也 所以想要考生育金石寺的人 基本上是儒生 所以他们本来年龄也没有那么大 然后身体也弱 因为平常在家里看书而已 没有就是锻炼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能为了考武艺 天天要练武 这样子的话 他们的本业就是 有时候看如今 四十五经 然后看史书 这样子的本业 他们应该被取得 宣约 宣约 宇林卫 我国金兵也 其中必多小勇者 前年西信时 过副战 过户位移 金阶散亡 民中朝有树裂科 依始色科 聚会精臣 用于缓急为荡 所以在这里对立的重点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 宣约要做的是一般的两班 两班的考文科 考生严精士士的人 要让他们的想法改造 但是丞相们他们说 宇林卫 宇林卫是这个国家的精品 这里面有很多勇猛的人 所以前年西信的是什么时候 1592年 发发战争的时候 他们避乱 向西边避乱 所以这个时候 宇林卫的士兵 他们参战 然后护卫国王的行列 但是现在因为战争那么激烈 所以都上网的 那他们想要做的是 以前民中时代有树裂科 所以他的想法是树裂 这种身份上比较低的人 让他们来担任有关武的事情 那两班他们有关文的事情 就可以的他们这样 所以现在社科 因为可以参加的是树裂 身份比较低的人参加 然后他们合格的人 先聚在京城 然后很紧急的情况 用他们就可以的他这样回答 然后呢 上约 与翼树裂取通公司见为良 则常能皆习无矣 所以 宣主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我训练许通 这个政策是常忍 一般常民的习武的那个项目 但是 顺眼金士这个方面不是常忍的 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事与生进 则两班皆习无矣 这是两班 他们的队伍的这种态度习官 一定要改造这支宣主的想法 假使秀吉时 日本乃我国 与天地无穷之仇 此时岂可更居前规乎 闻庆上道风俗 能有子兄弟 一子能闻 则坐于堂上 一子业武 则坐于亭中 如事如历 国家自有今日 庆上道物之也 不过他在这里提出声明金士是要让考生考无益的 就是两班要让两班他们要天天列武的为了这个而做的 为什么呢 假设奉承修吉死掉也日本跟朝鲜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两者不能并存的关系 两者不能并存的关系 所以现在不可以拘泥以前的这个规定来犹豫改这个规定 然后他说听说青山道那边的风俗 一个家庭有兄弟的话 一个能文 一个能武的话 能文的孩子被宠爱 但是能武的孩子 他奴隶一样 所以他认为 国家现在有这样子的 碰到这样子的扩展 就是青山道 大陆国家的 他这样想 所以在这里发现 他想要改革的是 两班的这种想法 他们对武的态度 想要改革 然后他举个例子 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习陆相山交子弟习武 王阳明散其社 我国子时策子 民交子弟 习文武为了道 圣武为了 然后我看中国吧 中国陆相山王阳明 他们叫学生的时候 让他们也要练武 王阳明他骑马 或设检都很好的 朝鲜的话 不是这样子 只让他们看书而已 然后文武 要分开这个 文这个武 然后忽略这个武的 这个是朝鲜的弊端 所以陈下有什么回答呢 宪国曰 于四千镇南宗 皆一时明示 而公退则美 此马与木划馆 祖宗朝人物与金石不同 所以 宣祖 举个例子 他也要配合他 配合这个 国王讲的 因为朝鲜时代也有一些有名的儒者 他们从朝廷下班以后 去护华馆那边要练武 就是骑马 那以前的人物跟现在的文弱的人不一样 他这样回答呢 但是国王的想法不一样 上约人物其余祖宗朝有异 习俗异言 嗯 他的重点 不是人人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习俗的问题 他这样回答的 所以在这里发现 宣祖本来比较 对他的国 作为国王的评价比较低的人 但是在这里发现 他好像不是 就是无能的国王 他在这里很正确的了解 朝鲜文弱的问题 那宣祖为什么突然提起 声援军事是必须要家考无益的 这是因为 声援军事是在朝鲜社会上 占有的特殊意义的地位 以前讲过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 朝鲜时代定期实习的科举 有文科 武科 声援军事是 声援军事是 就是我们略称 声援军事是这样子 那还有杂科 杂科呢 杂科不是两班考的 两班 一班的两班的 斯大夫家门 那边考的是文科 跟声援军事是 声援军事是合格以后 可以参加文科 朝鲜出去的话 有这样子的法式 所以朝鲜的大科 相当于中国的金事科 朝鲜的金事士是小科 所以跟中国不一样 在朝鲜出去的话 通过小科 这个声援军事是 疑惑付大科的人相当多 但是就规定来讲的话 不付小科 也可以直接付大科考试 所以儒生如果你想要当官的话 不一定必须要参加声援军事是 但是后来很多儒者 考上声援军事是以后 不会再考大科 终生留在声援军事这个身份 来做自己想做的 所以声援军事是合格的人当中 不参加文科考试的人数 朝鲜后期越多的 所以声援军事士的实习 可能会疑惑 因为很多人 职声援军事是考上以后 不参加大科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大科的话 可能声援军事是也逐渐 这个考上人数逐渐下降 但是声援军事士的考上名额 越来越多 然后朝廷也实习 没有中断的 那为什么很多的儒生 要参加声援军事这个小课 又为什么国家那么重视 因为儒生考上声援军事士的话 这个是意味着朝鲜收入已经肯定 认为你已经是儒家staff 作为儒家staff 参与收入通知集团的资格 这个意思 所以处于还没受关认知的 结端的很多声援军事 他们留在地方地区 然后在对地方人民施行教化 他们也自己认为 我是教化人民的那种职格的人 因为已经考上声援军事士 所以社会 然后他个人也认定 我是这种统治阶层之一 所以声援军事士导致朝鲜儒者 无论有关或者无关 都承担着扶持朝鲜社会的功能跟责任 这就是朝鲜的历史上支撑朝鲜王朝的长治久安的性 成为国家核心力量的儒家staff阶层 所以我说朝鲜是儒者士大夫阶层支撑的那种社会的话 我所谓的儒者士大夫阶层不止有官职的人 没有官职也他们对精神上的最对自己的认可 就是我是统治阶层 我要有义务叫化人民 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当初儒臣 朝廷的儒家大官 他们一跃反对声援军事士 必须要采用无意的那种案子 他们所坚持的三文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们没有因为朝鲜招奉外无而至 几乎亡国的危机感 他们没有认为不认为我们会灭亡的 然后第二个他们认同战争虽然是大乱 但是他们认为更严重的乱源 并非来自外部的侵略而是自身造成的 所以他们战争期间或者战争结束之后 一直维持伦理刚机的重要性 然后第三个上文不只一种风气而已 这是文成的存在基础 所以他们所提出的国家恢复方案 都以上文为基础的 因此将上文改为上武或者是两个都平等的 这种案子的话他们不可能产生 因为他们所有的不好的来源 或者不好的原因 都这个上文伦理刚机的问题来找 如果他们说因为朝鲜太过度上文 所以我们逐渐要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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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中国两次这样 17世纪 16末期到17世纪有4次的帐户 但是这个危机 并没有让他们觉得 朝鲜上文之锋本身已经产生问题 所以他们不认同改编之身 而是如何维系 古来产承的伦理纲纪 其中上文之锋乃朝鲜建国以来 不断的强化 朝鲜世代部精神所造成的结果 朝鲜官民他们对政府 无法抵御外务的时候 儒者他们仍然认为 渡过难关的关键就是文教 因此朝鲜儒者他们坚持 以上文经设为基础 从政弃国 所以宣主虽然几次提出 圣文经事是要家考无益的这个案子 但是他们通通没有赞成 不赞成这个他的案件 最后提出一个思考问题 人从而乱丁游在乱的时候 很多朝鲜人民被绑架到日本 其中很多人在长期那边贸易的情况下 作为奴隶卖到世界各地 有过这种事实 假设有一位朝鲜的小孩子 在丁游灾难的时候 1997、1998年发生的战争 被绑架到洛伊岛 然后从长期那边被卖掉 到意大利当奴隶 对于这件事 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们单纯同情这个孩子的出境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建设心的思考呢 请大家思考看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